晚上九点钟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说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杨赵谈书 本节目以台北公电台 编球三连一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 九点为了播出 我是杨赵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 这是Andrew Solomon 他所写的Far and Away 这本书是Solomon的一本 很独特的游记 这本书是由大家出版公司 刚刚出了新的中文翻译本 书名一座比远方更远 去到了多远的地方呢 对于在美国纽约 马哈登 Midtown 长大的Andrew Solomon来说 中国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 尤其他在1982年 第一次去到中国 那个时候的中国的种种 尤其是中国的食物 那也是再遥远不过 他说他记得去中国之前 有人警告我 中国的食物很可怕 而去到了中国 实际的经验比预期的 还要更糟糕 油腻粗糙 烹饪手法粗暴 满不在乎 而那似乎正就是 共产主义所肯定的 端上桌的东西单调乏味 又丑陋 中式喷条传统 在香港台湾 和新加坡流传下来 像是三点微小的烛光 代替全世界最旺的 购火燃烧着 到了90年代初期 情况率有改善 只要你坚持吃得简单 或者是到别人家里去用餐 而到了21世纪 中国烹饪崛起 有如从灰烬当中 重生的凤凰 如今 中国的无数餐厅 都能够尝到极品佳肴 今天的中国 跟1982年 Solomon第一次造访的那国家 差距之大 简直就像是 传说当中的 Ods国和Kansas州 之间的差距 很多当国家 已经彻底改头换面 中国人在表面上 看起来似乎 仍然保持心智健全 真不知道 他们是怎么办到的 他说这里曾经有 愁容满面的人 身穿破旧的制服 在地利浩劫的田里耕作 而缺乏说服力的工人 则用不忍诸图的工厂绩效 来颂扬共产党政府 而如今 我们在中国城市 看到的效率和先进 让Solomon不得不比较之下 觉得纽约像是穷乡僻壤 他说当然 中国还是有大批的农民 在贫困当中劳动 不过相较于俄罗斯 中国社会 已经有更广大的领域 获得了进步 饮食的改善 反映出深刻的社会转型 在过去 肯定叫人难受的失误 如今往往令人兴奋不已 自己改变 在北京跟上海 顶级时髦的餐厅 最显而易见 不过就连在乡下小饭馆 还有街头的饺子摊 也不难发现这种变化 Solomon记录 我很幸运跟时装设计师 韩风 结伴走一趟美食之旅 韩风 亲切而有魅力 生活 多彩多姿 不只带我们去造访 中国最精致的餐厅 也品尝我们所能够想象 最棒的街头小吃 我们抵达上海的第二天 就前往御元一带的家家烫包 韩风在路上说 你们不会相信的 原来是一个外观脏兮兮的摊子 在那里吃上一顿大餐 要价大概是一美金 这是他在2005年的时候 所写的游戏文章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经验 坐在人行道的塑胶凳子上 大吃小龙烫包 汤包的那些满是汤汁 猪肉 虾仁 或者是毛蟹 拿这些小笼包 沾上泡有姜丝的米醋 一口咬下 温热的汤汁 首先涌进到嘴里 接着感受到的是 柔滑的面皮 还有风鱼的肉馅 大批食客不分情欲 蜂拥而知 在摊子里工作的八名女星 挤得如此的靠近 让人纳闷 她们到底怎么活动守备 摊子外头架着一个巨大的蒸锅 高高堆着竹蒸笼 有一个女人负责照看 她的脸庞经常笼罩在 茫茫的蒸气当中 不过每个人都笑容满面 笑声不断 韩风一脸得意地问我们说 怎么会那么好吃呢 韩风所创造的不只是我们这趟旅行 这趟旅程所花费的心力不少啊 不过更重要的 韩风创造了自己的人生 过程之神奇 跟匪备所思不雅于光辉夺目的现代中国 韩风是在1985年 从中国移居纽约 不过她最近回到上海 去买下了一户房子 把她的生意搬回到家乡 她开始往返中国跟美国 回想 Solomon12年前 也就是1990年代初起 发表了一篇以中国艺术家为题的文章 不久之后 她就在纽约 受邀参加一场晚宴 主人在席间跟她说 哎呦 我有个朋友 今晚会带她的新女友来 这个新女友是个中国人 不太会说英语 因为你刚去过中国 我让她坐在你旁边 韩风就跟Solomon 用这两个人只各通一半的 语言尴尬地打开 画甲子 开始了这顿晚餐 Solomon就主动提到 自己进来的调查 有哪些新的发现 韩风则说 我对中国的大代艺术 没什么了解 Solomon又说了一些 自己的冒险奇遇 勉强避免冷场 但也不确定 韩风那个时候阴亡很差 所以到底听懂了多少 不过 当Solomon在一个时刻 提到了耿剑狱 那韩风就坐着圣词说 杭州的耿剑狱 长得真的真的很帅 年纪跟我们差不多的那个 哦 应该就是他吧 他说 我高中的时候跟他约会过 后来再也没大的消息了 真是太神奇了 韩风来自于一个 有十亿人口的国家 而Solomon去了那里 两个人竟然就有了 共同的朋友 他说 从此以后 我发现天底下的有趣人物 韩风几乎都认识 我也有幸收邀他举办的 绝妙玩宴 或者是由他在家里面 亲自长厨 或者是伴在 中国城的餐厅里 你会发现 座上兵是Jesse Norman 或者是Susan Sarandon 或者是Rupert Mada 或者是Anthony Mingus 也有可能是他妙语如珠的 楼下邻居 或者是曾经供为他几具的 皮草采购业者 韩风悦而低沉的笑声 让每一个晚上 都像是一场庆祝活动 韩风是彻头彻尾的国际人 他曾经对我说 我人在哪里 就喜欢上哪里 我做什么 我就爱什么 他刚抵达美国的时候 像他自己所形容的 是一个中国乡下的土包子 他告诉他当时的丈夫 有些人的成功路 像是爬楼梯 而我是坐高速电梯的 很快就有人想支持他的设计事业 也承诺让他名利双手 他就说 我们或许可以撇开陈敏 专心赚大钱就好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创立了个人品牌 并且打入了几家重要的百货公司 他为英国国家歌剧业干 大都会博物馆 来设计表演的服装 也为纽约的 Noid Gallery 制作过一个服饰的系列 他是国际时尚的代表人物 曾经担任Christian Dior 在中国的模特 也登上过美国杂志的封面 韩风在离婚之后 有过一段长期交往的关系 但是却在男友表示 想要搬来跟他同居之后 就结束了 他说 我真不敢相信 搬进来 我没有那种险空间 大多数人 只要有一点机会 就会爱上韩风 他曾经受摩洛哥国王的委托 为国王制作许多个人的服装 也是摩洛哥国王王宫的常客 韩风吐露说 我住在那里 什么大场面都看过了 然后就想 我真庆幸 我自己的生活很简单 苏罗文有点语代讽刺地说 这真是我见识过 最强大的简单了 无论韩风当初 离开中国的时候 是一颗什么样的Peanuts 那样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 现在呢 他已经变成了极品兰华了 去中国的旅程 始于上海 苏罗文说 我最喜欢的上海餐厅是拥福会 这是当地一名室内设计师的心血结晶 他租下了原来的英国领事馆 花了三年的时间 加上五百万美金去诊件 然后橙色古董 重新栽种庭院里的植物 让这环境焕发老上海的气息 颓废 华丽又世故 在这里 吃到了油爆下 铁板松子卤鱼 另外 有和章鱼猪肉一起烧烤的鞍唇蛋 同桌的中国朋友 对于罗曼生菜沙拉印象深刻 在这样的场景里 这道罗曼生菜沙拉当然很有异国情调 甜点未必是中菜的强项 不过呢 拥福会的芝麻枣泥酥饼又香又甜 仿佛已经在追忆这一餐的其他菜色 用过晚餐之后 去了一家带有地下酒吧风格的爵士俱乐部 和几位艺术家朋友碰头 稍后 我们去永不退流行的瑞金宾馆 Face Bar和韩风的一位中医朋友见面 他说即使我们靠在鸦片床上 喝着热白蓝地 他仍然帮我把麦 并且开了一帖养生房子 再来 第二天 Solomon Joe 匆匆地被抓去 针灸了 这是Solomon 他笔下说写的 21世纪初期的 《中国》 收录在他的这一半比远方更远的树林 我们休息一会儿 等我回来继续聊 字幕志愿者 杨树林 我是梁文英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 1134 这个城市多么美 阳光空气山河水 听见台北的声音 充满幸福的滋味 I play radio 感谢你去收听杨树探术 本节目台北广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 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 这是Andrew Solomon 他所写的Far and Away 大家出版的信书 中文翻译叫做 比远方更远 比远方更远 去到什么样的地方呢 1999年的游记 Solomon记录了外蒙古 他说从前当我母亲想要表达 某个地方有多么样的偏僻 例如他无论如何 不太想探望的某一个叔叔的住处 或者是某一间他希望我不要去年的大学 他会说 这简直像在外蒙古 也许因为这样的缘故 蒙古在Solomon的心目当中 就变成了遥远的象征 他说 我常会想象某一个地方 升起异国风情 实际到访了之后 却失望的发现 没有什么特别 不过蒙古 确实是迥然不同的意境 仿佛滞留在另外一个时代 蒙古的壮丽风情 如此的耀眼 在你横跃这个国家的旅途当中 不断的闪现 他说 我在戈壁沙漠 因为严重食物中毒病倒了 虽然我和一位同时一起旅行 不过他也受够了旅途劳顿 决定中途达到恢复 后来我和住在乌兰巴兔的大学朋友 不起而遇 短暂交谈之后 我邀请他同行 他也欣然同意 这位朋友说的一口漂亮的蒙古话 对于当地所知刚刚好多道 足以提出 源源不绝的精辟见解 又不至于过多道 对于沿途所见 感觉到厌倦 从北京到乌兰巴托 搭乘了长达36个小时的国车 而不是两小时的飞机 一路上我和我的旅伴 看到了大端长城 还有河北和山西的华中北部的风光 随后穿越中国内蒙古自治省 单调而一望无际的平原 我们隔壁相访有一个20岁的蒙古僧侣 他在八岁的时候进到寺庙里修行 之前他曾经在印度留学 这是他五年来第一次返乡 跟他同一间卧铺的是一个德籍的管理顾问 在隔壁的卧铺是来自于North Dakota的21岁二级毕业生 还有来自于美国Clifland的退休英文老师 五号卧铺是戴了五只手表的波兰小说家 隔壁车厢坐着一对相貌非凡出众的法国伴侣 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话 还有几个信奉哈瑞奎斯纳的斯洛维尼亚人 努力说服我们全体归一 但是没有成功 我们在两天之后抵达了乌兰巴托 那就是独立蒙古国 又叫外蒙古的首都 蒙古的面积是美国的六分之一 但是只有大约250万人口 国民大都是游牧民族 住在穆加称奇的帐篷 放牧绵羊山羊 牦牛骆驼牛和马 他们没有博友道路 他们通常不用电力 也没有四驾车 举国信奉藏传佛教 达赖阿玛的尊号 就在四百年前 由蒙古首领安德汉他所创了 即使蒙古实行过七十年共产主义 但是许多寺庙跟三院仍然生气蓬勃 虽然蒙古的世事率将近九成 人民见识之广也令人印象深刻 不过在城市之外 生活方式仍然跟西元一千年的时候 大同小异 蒙古运厂丰富的铜矿金矿 也是全球首屈一指 克什米尔羊毛的产地 不过大半地区仍然隔绝于 现代化工业化之外 有将近八十年的时间 蒙古都是夹在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 独立缓冲国 不过蒙古近来开始实行民主制 在最近的一次选举当中 虽然投票所数量有限 而且相距极远 还是有超过九成的合格选民参与了投票 苏罗蒙就说 我跟导游从乌兰巴托开车前往哈拉荷林 先走了四分之三的路程 然后停下来 为我们在蒙古的第一碗扎营 我们在辽阔的原野过夜 附近有一座蒙古包 也就是造型低矮 类似帐篷的当地传统住所 类似帐篷的当地传统住所 第二天早上 我们被马匹走动的声音吵醒 我坐起身来 拨开帐篷的门帘 眼前出现一个高档的男人 他身穿侧镜开口的蓝绒布场外套 细着黄丝布宽腰带 于是苏罗门 衣衫不整地随他走进到蒙古包 在蛮山的步伐当中逐渐清醒 他经过吃了卤肉 奶油 还一片新鲜面包 浩克在这个游牧国度时 不假思索的反应 也令西方游客无比心细 我士气了他养的马 一群儿童在一旁看得兴慰昂然 这些小孩四岁就会骑马 六岁的时候骑马的那个模样 已经比我走路还要更自然了 一个大约十六岁的大孩子 趋近来看我们的车 向车厢里比了一下 那困惑的神态 仿佛自身外星人太空船的动作片主角 我向他示范如何关车窗 他觉得很神奇 又向他示范只要按下门锁 就不能够从外面开车门 他觉得很好笑 纳达木是蒙古人的运动大会 每年7月11日到7月13日举行 我们就在这场盛会的第一天 抵达哈拉荷林 在这没有道路的乡野 即使我们还没有看到 远方会场的大帐篷 光是发现这些成群结队 衣装鲜艳的骑士 就足以知道要往哪里走 我们走靠近会场 逐渐感染了人群的兴奋之情 赛马是在破晓之后开跑 超过200匹马在早晨的赛场上奔驰 另外至少有600匹马在一旁成牌而立 观众跨坐在马上观赛 就跟西方人坐看台一样 每个人都引领期盼获胜的那匹马 要上地平线 他们不分男女 大多身穿传统长袍 叫德勒 质料通常是丝绒或者是颈缎 腰上围着鲜艳的黄色 新红色或者是绿色的丝带 马上有银翅的饰品 许多骑手配备银翅的马鞭和腰链 他们的头上尖塔帽五颜六色 有的香了毛边 顶端坠着雨室 有几个青少年喝脱了马奶酒 这是蒙古特产的发酵马奶 多长几次你才能够懂得欣赏的那种东西 于是他们就飙速快起 他们前方的人群不时得要分开避让 老人和儿童被推到人群的前缘 我们其他人在后面拼命拉长身子张望 空气里满满的是猜测问候 家人争吵还有盘算讨论的声音 最后拔得头丑的马匹飞驰而过 现场爆出了一阵欢呼 我们让路给络绎不绝的颤赛马匹 骑士的年纪几岁呢 四岁到七岁之间 他们策马小跑 穿越人群 骑远了才放慢速度 配头上彩带飞扬 冠军被领到一旁的空地 一名老妈身穿飘逸的长袍 头戴着香碎子的黄色发帽 以佛头之名为他祈福 人人有说有笑 有些人唱起歌来 新交旧事都共享这份喜悦 经由导游的翻译 我们遇见的每一个摩古人 都对我们发出邀请 来我们帐篷坐一坐啊 来喝一杯麻奶酒啊 来吃一块炸面饼啊 来一点卤肉吧 他们拼命想要跨越语言的障碍 和我们结尾兄弟 接帽子给我们世代 还叫我们说 朝气蓬勃的蒙古语 到了第二天的早上 我们在比较靠近城区的场地 看摔角 清草地上架起几座 私池的帐篷 围成一个大群 人群在骑兵的管制下 大致遵守秩序 但偶尔仍有观众冲向彼此 叫骂两句 裁判坐在 是有白色胜服的蓝色天蓬底下 乐队放声演奏 观众为了抢一个好视野 或者是阴凉的位置 挤来挤去 穿着常得了皮袍的摔角选手 依序出场 在欢呼的群众前 绕行而过 接着脱下了外套 露出手工刺绣的摔角装 每一个选手都绕着裁判 庄严地跳上一段 鹦鹉 模仿老鹰的动作 然后用力拍打腿的前后两侧 啪啪啪啪 接下来就开始根据古老的规则 量两层队竞技 他们尽可能只用脚跟掌心触地 把体重和精准的技巧相结合 逼使对手摔倒 让人看得惊心动魄 射箭的比赛 也在附近举行 弓箭手将细长的箭射过长形的草地 男选手从靠后方的准线放箭 身穿白丝袍的女选手 则站在离靶子稍微近几公尺的地方 在另外一块场地 有人搭起非正式的马球赛 小摊子在现场贩卖糕点 毯子 也卖收银机 赛场的背景 是一片染成五颜六色的坡地 来循环作乐的民众 搭起了一座小帐篷村 空气里弥漫着露天烤肉的味道 夹杂着凝固麻奶酒的香气 还有被摔条手踩过的野生百里香的气味 他说 邀我留书的蒙古人之多 让我如果轮流一个一个去 大概可以在这里住五年都不成问题 我为一个骑士特别高贵的男人拍照 然后呢 他一怕就把我抱上他的马 我就这样居高领下观赛 而他的朋友在一边对我频频提问 请我喝浓烈的马奶酒 这的确是非常难得的经验 去到了远方 才能够体会得一种 一直生活 一直情境 基本上 安卓·Solomon在这本书里 就记录了很多 这样的宝贵时光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逼远方更远》 大家出版了新书 介绍给您 推荐给您 感谢您的收听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逼远方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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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欢迎光临两位吗 两双塑胶筷子 两个塑胶碗 我要一杯大冰 先生你的饮料好咯 一只吸管 一个塑胶杯 一个塑胶杯膜 一个塑胶袋 每年有800万公吨的塑胶垃圾 进入海洋 影响到生态环境 与海底生物的生存 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用品 减速爱地球 从你我做起